明天前總統六千條就要就一個了 民進黨主席 各問題 今天帶領東共治 去民進黨中央東部頭前 辦操縣決心行動 就民進黨手提摩擦 跟民進黨政府大聲碰 說他們這場八年 所以都開一張摩擦票 要求六千條重心了後 就要落實思法 國會跟每體改革頂頂競選的勝路 也要改善照片跟新水界頂頂的問題 一 二 三 二 三 手提摩擦 代表民進黨政府接政八年 一直開摩擦票 總統六千條五日控制 繼續民進黨接政 民進黨主席的問題 直到是剩下東共治 在民進黨中央東部頭前 估伴五億劫操縣決心行動 批評民進黨政府 要邀請公民團體做人 說到打擊詐騙 無用心在事情問題 求新政府重視司法改革 與加重詐欺罪行 政府的漠視才讓臺灣 詐騙 昌 雪 被他批評蔡英文八年接政不理 做成新水界的目的觀 促進幾次嚴重的民進問題 民進黨要批評17日 民進黨主黨國會加強法案 驗疑說是聽說不正義 請賴清德主席出來 以總統的高度出來 你要如何確保意識人員 他們可以依法秉持 行使他們的職務 不會被民主進步黨的立委暴力對待 民主黨要給有努力請到9點以後 市場上面要是司法改革 還會改革再競選收工的位置 改善嚴重承評這問題 董主席的問題 跟他批評 半年來只看到民進黨的決賽 決賽還是決賽 這次活動就是要讓民進黨 找回欠虛 我們對小草一直都是正面的評價 他們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可是也不得不否認這個事情 就是說小草有時候都會盲從 中國活動的現場也出現 其他授求聲音 以往對國問題的 對條條來抗議的政治團體 也到現場發聲 使得讓健康家人在旁邊 也情嫌不一樣的民意 記者綜合報道